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中国因朝鲜战争向苏联叫了同名状 苏联帮助工业空白的中国援助了156个项目 1954年还把军港旅顺交还给了中国 终点项目最多的还是东北三省 其中辽宁24项 吉林11项 黑龙江22项 因此建国初期 东北经济在全国名列前茅 亚洲冷战的另一大受益国朝鲜 最先也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大量援助 一直比韩国富裕的多 苏联解体后 朝鲜立刻经济衰退到今天这般地步 至今还在苦熬 苏联的这些对中国援助还是相当重要的 帮助中国完成了重工业基础建设 但随后因为苏联对中国要价太高 要求在军事上控制中国 导致中苏决令 1960年双方正式摊牌 苏联撤走全部专家 当时的中国既没有战队苏联 也没有战队美国 得不到世界两大势力的支持 度过了非常贫困的一段时间 甚至走到了全国经济都要崩盘的边缘 最苦时人均收入世界倒数第二 可以理解成我们当时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 1979年1月中美建交 2月17号即发生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场反击战主要是针对苏联势力在亚洲的统治 随后正攻一手宏大的僵持战略 使苏联为了维持住越南百万大军损耗巨大 成为生生拖垮苏联精子的原因之一 之后为了欢迎美方势力的投资进入中国 也为了准备以外贸立国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大跳水 与美国建交前 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1.5至2.5比1这个范围波动 1979年后人民币迅速贬值 1983年是2.9比1 1991年是5.3比1 1994年猛的跳到8.6比1的高位 美国随后带着小弟以大量投资进入中国 日本韩国美国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投资最多的三个国家 到2018年美国实际利用外资2260亿美元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420亿美元 中国是去年世界第二高的外资利用国家 在站队美方势力打开大门获得世界投资后 中国经济就再也没有走错弯路 其实冷战时的其他亚洲国家 也都有谁在前线扛住苏联扩张 美国就资助谁崛起的规律 日本作为桥头堡第一个授意 菲律宾也在60到70年代风光过 经济曾是亚洲第二 仅次于日本 但是很快因为还不再抗苏碎前线 美国将资金挪去援助韩国和台湾地区 菲律宾自己又不争气 很快衰落下来 苏联解体后 日本经济快速崛起 倒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 尤其在半导体领域 以国家资本力量介入 快速追赶美国 使美国决定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流 克林顿政府最终同意给韩国半导体行业 百分之零点七次的反新销税 而给日本半导体行业百分之百的反新销税 从而成为韩国半导体崛起的分界线 现在我们看下整块东亚区域 因为处于苏美冲击最前线 各国都获得过美苏大量持员在战后崛起 当然东亚人也是非常争气 非常刻苦 才会形成今天的东亚怪物房 而最近的韩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 很可能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在的地缘格局 表面上看 韩国和日本的贸易冲突两大起因 一个是2018年10月30号 和日本新日铁注金公司向四名二战时被征用的韩国劳工各赔偿一亿日元 日本说1965年我们建交时签过请求权协议 你们已经放弃了追讨亲律所偿权利 这是耍无赖 另一个是11月21号 韩国又解散了2015年 朴槿惠在任时 与日方签署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 而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 安倍就当年日军暴行进行过盗窃 并拨款10亿日元成立基金会 协助赔偿以及处理善后事宜 但这件事 文在寅认为朴槿惠的处理方式 没有周全考虑受害者诉求 表明不接受 安倍觉得文在寅出耳反耳 十分不爽 2019年2月8号 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 接受冯博社采访时 建议日本天皇就为安妇问题 向韩国人民道歉 天皇是日本人的精神图腾 这件事严重刺激到了日本人 日本自民党认为 文喜相的要求极其无理 要求找韩国算账 韩日关系越来越僵 日本将这口气一直忍到G20大阪会议结束 会议开完 就对韩国半导体行业发起制裁 日本这次制裁 一棍子打在了韩国经济的要害上 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韩国经济今年出现了大问题 第一季度韩国经济增长率只有1.8% 5月时出口按年下跌9.4% 对中国猛跌20% 韩国6月出口同比减少13.5% 为441.8亿美元 减幅创三年五个月新高 其中半导体出口减少25.5% 韩国ICT连续8个月下滑 在7月4号 三星链子发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业绩展望 预计受存储芯片价格和需求持续疲软拖累 公司本季度利润总比下降一半以上 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存储芯片供应商 三星第二季度运营利润预计为6.5万亿韩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56% 半导体行业是韩国核心产业 对韩国经济简直是生死攸关 韩国半导体占该国出口比重的20.8% 占GDP比重的6.7% 韩国每日经济6月17号报道 韩国经济增长对半导体产业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201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27% 如果扣除半导体增长因素 增长率为1.4% 也就是说韩国经济增长一半拉动靠半导体行业 2018年10月 DRAM价格暴跌 第四季度时半导体行业需求低于预期量 眼看半导体行业整体不振 现在又出现日本制裁这个幺蛾子 韩国经济瑟瑟发抖 日本这次制裁韩国选择的非常巧妙 将高纯度浮化氢 浮具鲜亚鞍 以及光刻胶对韩国限制输出 浮具鲜亚鞍是电视和手机面板必备 光刻胶和浮化氢是制造可折叠屏幕的材料 这三种材料都不易储存 韩国三星电子和SK等厂商一直高度依赖日本进口 三项原材料只有一到三个月的库存 一旦断供 韩国半导体产业根本无力抵抗 对韩国经济来说 日本这次制裁更是雪上加霜 韩国先是要求日本撤回制裁 日本态度强硬 根本不鸟韩国 反而说考虑扩大出口管制名单 接着韩国向WTO投诉 日方便解说 出口给韩国的材料流入到朝鲜制造有毒武器 他们并没有违反世贸协议 最后韩国急哭了 去找美国爸爸评理 美国爸爸说 这是他不管 你们俩自己摆平 美国正巴不得日韩翻脸 每当中日韩三国东亚自贸区相谈甚欢时 美国就会在中间扔个雷过去 现在你们日韩自己翻起脸来 那真实在好不过了 东亚自贸区自2002年提出构想 2012年正式启动谈判以来 17年都没搞定 为什么 因为东亚自贸区一旦成立 是15亿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接近21万亿美元 占全球GDP20%的经济区域 就是多了一个欧盟出来跟美国竞争 东亚自贸区会甩开美元结算 搞不好还会发行一个亚员出来 对美元统治十分不利 2012年 中日韩三方中亚自贸区谈判进行时 刚刚签完中日货币互换的 日本亲中派谈判代表松下中阳 于9月10号离奇死于家中 居然是自意身亡 官方说是这位74岁的老爷爷 搞风外恋才自杀的 9月16号 松下中阳才死了6天 后任驻华大使西公申 莫名其妙突然倒地昏迷死亡 两名日本高官的死亡 吓得东亚自贸区谈判一下谈不下去了 一直拖到2018年 2018年5月 中日韩三国在第七次三国领导人会议中达成共识 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引领中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现在三国正在加紧推进自贸区 韩日之间又来这些激灵拱碎的历史恩怨 我们都忍不住怀疑 那个叫天皇出来道歉的文喜相 是不是CIA的人 特朗普政府的对盘东亚大旗 本来就是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搞事情给中国添乱 再防止东亚自贸区成立 尽可能拖住中国发展的脚步 现在日韩闹成这样 正是求之不得 中美之间的关系 跟当年美苏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美苏是两个平行的世界 双方没有经济来往 相互仇视 而中国经济是深深跟美国绑定 甚至跟世界绑定的 中国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们 在改革开放时就想好了 要让中国加入到世界产业链当中去 搞得现在美国政府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一 还要让全世界一起吃苦受罪 其实发展到现阶段 已经不可能围堵中国了 只能托中国一时 是一时 特朗普政府花了这么大力气 跟中国打贸易战 大招耍起来地动山摇 结果一看 中国只是从2018年6.6%的经济增长率 下降到了2019年上半年的63% 根本没伤着根基 而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受了重伤 特朗普能怎么样 特朗普也很绝望呀 至于韩国遭受到的损失 就当是地缘政治的对子了 其实劳工判决跟慰安妇问题 已经是800年前的救世了 两国虽然有矛盾 根本没必要上升到这种 把别人往死里恰的地步 日本这次对韩国下手之狠 态度之坚决 是抱着把韩国半导体整死的打算去的 因为日本决心要夺回半导体市场 1990年 日本占半导体市场行业份额的49% 2019年前十大半导体公司找不到日本的踪影 现在半导体主要是美韩的天下 中国在奋起直追 日本经济新闻在2019年2月开始发文反思 日本为什么在半导体世界落后 2018年半导体全球市场高达4779亿美元 日本必须要重回半导体的优秀行列 而要回到半导体市场 就要把被韩国人夺走的市场重新再夺回来 为什么日本下了这般大狠心 要挺进半导体市场 怎么一下就清醒了呢 因为全球经济都不行了 二哥 有一口饭吃就抢一口饭吃 中美贸易战以来 英国经济一直在萎缩 法国2019年第一季度GDP只增长了0.3% 德国一季度也只增长了0.4% 第二季度下调至-0.1% 不仅仅是欧美珠墙 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倒了血霉了 中美贸易战让此山是我开 此处是我栽的新加坡 2019年第一季度仅增长1.3% 第二季度居然是0.1% 日本第一季度增长还能到0.8% 第二季度就难兄难弟了 也是0.1% 那些天天说中国崩溃论的哥们 2019年第二季度 中国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刚放出来 是6.2% 上半年平均6.3% 你再对比一下英、德、法、新、韩、日的经济数据 怎么中国还没崩溃 这些世界发达国家自己先崩溃了 到2019年第二季度的时候 大家都日子不好过了 发达国家就要抢发达国家的饭碗 日本毫无犹豫就去捅了韩国一刀 韩国应声倒地 韩国现在有六大产业 分别是半导体 汽车 钢铁 建筑 造船 石油化学 前面说过半导体最重要 带动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 现在这个产业 日本已经下定决心要吃下来了 而其他行业 不幸的是 大多数都跟中国产业重合 面临着中国迫在眉鞋的追赶 因为中国经济依然在高速发展中 中国的工业升级 也不可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粉碎机 而第一个要粉碎的 不出意外 就是发达国家守门员 韩国了 相信文在寅 现在可能已经拿到了 韩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 想想正在被日本割肉的半导体 想想正在被中国追赶的 汽车 钢铁造船 文在寅先生 估计这几天是睡不好觉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是极难进行重组的 已经在六大赛道上 发力多年的韩国 去年还在雄心勃勃制定 人均GDP超越日本的计划 今年就要面临各项数据的大败退了 体量巨大的中国 在崛起过程中 会将一些拿不到顶尖行业水准的国家 从高台上拉下来 原本多年不动的发达国家名单 将会依次有一批被淘汰出局 而韩国很可能是这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